斗罗大陆动画第二部《爵士堂门》第72集 预告已经更新了 看得出来剧情节奏是真的很快 又是接近20章的内容 而霍宇浩顺利通过了优香起罗先品的考验 而且雪地现身大战烈火性交输 同时霍宇浩成功摘下相思段长红 重伤回归就下了王冬儿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看看吧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 霍宇浩和王丘儿搭档 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来到了落日森林的冰火两一眼 而且根据锦囊的提示 王丘儿见到了优香起罗先品 要知道优香起罗先品 如今已经进化到了十万年植物系浑兽 虽然没有化形 但却可以吐露人言 这部优香起罗先品 就让霍宇浩他们俩 叫自己为悠悠 其实唐三早就给优香起罗先品 和其他仙草安排了任务 在优香起罗先品得知 霍宇浩是来寻找唐三书籍 和摘相思段长红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了自己的考验 只见优香起罗先品 拿出了望穿秋露水仙草 询问霍宇浩敢不敢吃下 其实就是赌霍宇浩的品性 为了爱人会不会吃不知名的仙草 而霍宇浩被以为是毒药 但还是为了王丘儿 一口吞下 成功通过了考验 并且还让自己的双筒进化 虽然霍宇浩品性没问题 顺利通过了优香起罗先品的考验 但是唐三义留下的考验 可不只有一个 于是优香起罗先品 又叫来了烈火性浇书 让霍宇浩进行他的考验 要知道烈火性浇书也是十万年植物系浑兽 尤其是能够借助冰火两一眼的吃热泉水 战斗力爆表 而且烈火性浇书的考验 就是要霍宇浩打败他 霍宇浩与烈火性浇书开打之后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纵然使出自己全部大招 都打不过他 不过好在霍宇浩召唤出了雪女 雪女在吸收了冰火两一眼的极致冰泉之后 瞬间上大号 变成了雪蒂模样 虽然雪蒂对自己变成霍宇浩的魂灵 还认他当爸爸有些抵触 但还是选择帮助霍宇浩 当场开大 将冰火两一眼都变成了冰雪天地 完全吊打烈火性浇书 顺利过关 其实通过幽香起罗先品和烈火性浇书的考验之后 霍宇浩 基本上就拿到了唐三遗留的书籍 并且在幽香起罗先品的帮助下 成功找到了相思断长红 从先行预告中能够看到 王秋儿拖着重伤的霍宇浩 返回了史莱克学院 这也意味着霍宇浩成功摘下了相思断长红 只不过在摘相思断长红的时候 霍宇浩为了中和自己体内极致之兵的力量 抢心服下了冰火两一眼的炽热羊泉 将心头血喷出 摘下相思断长红的同时 自己也被炽热羊泉灼烧了五脏六腑 这才导致了重伤 而且选老他们对霍宇浩的伤势 十分不看好 觉得会变成废人 从预告中看到一旁昏迷的王冬儿 似乎听到了 眼角流下了几滴泪水 不过既然霍宇浩回归了 那么自然也就救下了王冬儿 扶下相思断长红的王冬儿 用不了多久就会苏醒 还会陪伴重伤昏迷的霍宇浩 到时候少不了 鼓速中长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各位期不期待呢 感谢你的支持 我是小红 我们下期再会